当然我们要来介绍 就是平面上有一条曲线 那么你把它呢 绕S轴旋转一圈 绕S轴旋转一圈 那同学可以看到呢 这个点你给它转一圈之后呢 它就形成一个像这样子的一个轨迹 那这边这个点呢 你给它旋转一圈呢 它就形成一个像这样子的一个轨迹 那我们现在就假设呢 这边是A 这边是B 这里是B 那么整个这个曲线呢 你给它旋转以后呢 它就形成一个像这样子的一个 十星的一个体积 那如果你要下去求这个体积呢 由刚才的定理呢 我们知道呢 就是我们现在要找一个这个截面积函数 那这个旋转体的体积 它的截面积 这个函数呢 非常的简单 就是说我们在这边呢 譬如说你找一个像这样子的一个X 那么垂直的对应上去 这一条绿线呢 就是F of X 如果你这个X坐标是X的话呢 那么它的Y坐标 因为Y等于F of X 所以它的Y坐标就是F of X 也就是Y 也就是Y 那所以呢 这个绿色这一条 这个半径 你给它旋转一圈以后呢 它就会形成呢 这个截面积 也就是这个A A of X 所以这个A of X呢 它就是呢 这个半径的平方乘以 π乘以半径平方 所以这个A of X 也就是这个定理仪里面的截面积呢 就是π乘以这个F of X 它的平方 它的平方 那因此呢 这个体积 我们就可以知道呢 那这个体积呢 因为它是绕X轴旋转 所以这边呢 特别加注一个副标 就是V of X VX呢 就是把这个线 把这个Y点F of X 这条曲线 绕X轴旋转 那旋转的体积呢 就是呢 由A积分到B 那对什么东西做积分呢 对这个π乘以这个F of X的平方 也就对这个截面积 下去做积分 好 积分出来之后呢 就这个体积了 那因为F of X呢 就是Y 所以呢 这个式子呢 你又可以把它写成了 πY平方 在底X 好 所以这个公式呢 就介绍到这里 换句话说呢 同学拿到这个题目 假如说 它叫你做 对X轴旋转的体积的话呢 那么你就把它给你的那个函数 或者是这个Y 你给它平方以后呢 放到这个积分式里面去 下去做积分 好 积分出来呢 就是这个旋转体的 实心的这个体积 介于AB之间